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出版了人民日报 刊发评论员文章 美国贸易盲动症 注定引火烧身 文章说 从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逃离行动 到通用汽车公司的收缩计划 白宫对外发动贸易战以重振国内制造业和保护国内就业的所谓初衷 被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 美国的企业急了 这会给像我们公司一样的 美国中小企业带来沉重打击 贸易战不仅将阻隔供应链高效整合 还将推高产品价格 抑制企业投资 无异于在企业内部数起一堵墙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 如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加征25%关税 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十年损失 约3320亿美元 美国的民众焦虑了 说实话 我的工作是中国人给的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统计 为反制美国关税举措 目前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已准备了约900亿美元关税清单 这将令数百万美国就业岗位受到威胁 美国的农民不干了 我们需要继续同中国做生意 而不被这些关税措施所干扰 贸易战开打后 美敦贵了约600元人民币的美国大豆失去价格优势 在中国市场南群买主 美国大豆协会预计 贸易战将使今年美国大豆产值减少60亿美元 文章指出 贸易战没有赢家 当下 华盛顿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噪贸易战很好 而且很容易赢 这几是对美国历史的无知 也是对民众利益的无视 单边关税策略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反而造成就业损失等不利后果 2002年 美国政府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关税 导致美国净损失约20万个就业岗位 2009年 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轮胎加征关税 导致美国净损失约2500个就业岗位消费者增加11亿美元 开至更早之前的1930年 美国大幅提升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 招致许多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措施 美国进口额和出口额周降50%以上 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